濃濃霧氣搭配橘紅色的夕陽照射 整個空間宛如仙境 明言繞繞陣陣霧氣 以為來到第一熱谷 但靠近一點 冒出來的霧氣涼爽 一點都不熱 旁邊還有好多小朋友的遊樂器具 一步一步踩著繩索 爸爸媽媽在旁紀錄 有水霧噴灑 小朋友不再玩的滿頭大汗 很好啊 小朋友可以玩啊 夏天會噴雨 小朋友很涼快 它會噴水 而且可以走也可以玩沙 那你喜歡來這裡嗎 喜歡 這裡其實是座公園 而且還是全台第一座 有個特色亮點 那就是每隔45分鐘 石子地上就會噴出涼爽霧氣 風一吹過就好像身處雲海中 他們會把臉這樣湊過去 然後有時候還要提醒他說 嘴巴不要打開 因為他們覺得很新奇 會有這樣特殊新奇的裝置都是因為 過去這條水均在瓊嶺是一條非常重要的河川 它等於是瓊嶺的母河 那所以因為水這個議題 所以我們就開始思考就是說 那水這個元素如果也要清水的話 可以怎麼開始 因為公園旁的重要河道 加上當地起霧的天氣形態 設計團隊以清水延伸 選擇水霧作為主題 可以降溫涼爽 卻又不會太濕 因為也不會說弄到完全濕大大 那種水是一下曬一下就乾的 不只水霧 整個設計理念都另藏巧思 團隊把瓊嶺鄉當地的淺山地形搬進了公園 山區的這樣的概念 我們希望也把它濃縮到這個遊戲場 變成是一個像這樣有山球起伏的 這樣的一個概念的環境 不只地形 周遭種植許多造紙原木 貴族 呼應當地百年傳統的 紙療窩造紙工坊 公園立一邊的主題曲 放上黑板粉筆 結合音樂小遊戲 讓小朋友盡情揮灑創意 呼應叢林就是在地知名作曲家 鄧日賢的故鄉 最後走向空曠的廣場 來到公園立一頭 擺放了許多滑布機 扭腰器等 運動保健器材 是屬於大人的運動空間 一分麻煩就很麻煩 水務公園融合在地特色 遊具玩起來有了另類感受